介绍的这个组是叫做金苍鱼的川味麻辣锅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都知道 辣辣辣辣 那它的汤头呢 它采用是昆布的药伤汤头去控这个汤 里面呢可以看到有大块的哦 不是不是屑屑哦 是大块的哦 大块 你看这这这大块 金苍鱼这么大块 一 有没有 二 二 三 四 这这大块的哦 金苍鱼哦 这么大块哦 然后里面放什么 还有冬粉 好里面还有冬粉 我们看一下这个 里面有冬粉哦 还有冬粉 还有呢 咕咕 还有 木鹅 很丰富 好可以看到里面粗粗的白白的 透明的那个就是粗的冬粉 好粗的冬粉 这样子更容易保 豆苗 豆豆芽 好可以看到这个还有豆腐哦 非常丰富 好 你看 萝卜 它里面呢 它是整个汤呢 它是用鸡骨 还有高丽菜 然后洋葱啊小鱼干啊 这些去熬出这个汤头这样子 超香的 所以呢 喜欢吃那个麻辣的人呢 一定觉得这个非常棒 尤其这个很夸张 这个肉 整块 你看 是整块的金仓锅 金仓鱼哦 整块的 这里看 哦 用料 是非常大方的用料 是大块的 不是一般看到就是 图片参考性质哦 不是哦 绝对不是参考用的 是真材实料 这么大块 你看 这个鱼肉 有没有 这么厚 这么厚的鱼肉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图片参考 你看 这边也是 都是厚厚的鱼肉哦 哦 所以是真的 太丰富了 然后呢 它的容量呢 它是一百五十公 一千 一千五百克 一千 连这个水 连这个食材 全部加也是一千五百克 可以几个人吃呢 差不多 麻烦四块嘛 就差不多抓三个 四个人吃这样子 三人四人份哦 好 可以让你直接吃 或者是说 你可以配饭 也可以OK的 就当上一个这样子 一个汤啊 让配饭 你看这个鱼肉这么的厚 这么的厚 有没有看到 都是厚的 哦 大块的 也太扯了吧 是超级超级 你看厚度 你看这厚度 超有诚意的哦 绝对是非常有诚意的 鱼肉给了这么的多 所以是这个是 绝对是可以 很实在的 非常可以买的 超好喝的汤 我喝的超好喝 推荐给你们哦